我這邊雲端白板裡面的刮虎第二階段的檔案 檔案打開來的話基本上就是上個禮拜做的 就長這樣子 裡面當然就是有VBA 有啟動錶單已經做好了上個禮拜的部分 你可以拿來練習 今天的話接著就來看 第一個先在這邊新增一個資料庫的工作表 因為我這個資料庫的工作表 就是方便我要匯到SS使用的 所以我就先把Ctrl C把它貼到資料表 因為原來的 當然如果你原來的那個工作表 它的格式不像這邊 因為它第一列跟第一欄格式不是我們方便匯入的 如果你用這個原來的匯入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額外再建立一個 然後範圍就是把這個範圍裡面總共有五個欄位 包含姓名一直到標準體重 然後把它貼到我們的新的工作表裡面 那這一個工作表 如果說我今天要快速的把它變成一個資料庫 SS資料庫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SS是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你將來你可以在SS裡面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開一個新的空白的資料庫 然後可是特別之外 SS它是一個檔案型的資料庫 所以它必須要先建立一個空白的資料庫 然後資料庫底下會有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會有欄位 那這個概念其實跟eSale還蠻像的 它的對應關係就有點像eSale的檔案嘛 eSale的那個什麼工作簿 裡面有很多的工作表 工作表裡面有很多欄位 那其實關聯性質還蠻大的 而且都是表格式的 那差別只是說呢 他們的屬性不太一樣 也許你像資料庫比較適合放很大量的資料 不會有問題 可是eSale的話 它比較是強調是什麼 你在做一些 比如說試算表的那個作用 但是它主要的作用 並不是要你放大量的資料 如果你放大量資料的話 它跑起來相對的它的效率 還有查詢的那個速度 絕對沒有資料庫來快 而且有比數的限制 雖然eSale目前已經加大了 最大可以到多少呢 1048576 就是一個工作表的上限 就是100多萬筆 100多萬筆 其實已經算夠大了 拿來讓資料庫勉強 勉勉強搶 因為你超過100萬筆怎麼辦呢 那你勢必你就可能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了 不然的話你會資料 它有上限放不下了 OK 這樣已經算還好了 因為舊的2003以前的版本 它只有65536 只有6萬多筆而已 6萬多筆哪夠啊 一下子就滿了嘛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在2007以後的版本 就有100多萬筆 已經比以前的2003來的還要好了 可是還是如果跟資料庫比起來的話還是稍嫌不夠啦 不過你可能要權衡一下 如果你的比數不多 資料量不多 那你用eSale就好啦 沒事幹嘛還要再找個資料庫 來讓自己工作更麻煩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你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要看你在針對什麼樣量 這個資料量的情況下 去做什麼樣的處置 那因為剛好我們假設模擬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大量資料 所以第一個AZS開啟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找到 那個空白的資料庫 它裡面有很多種有沒有 而且好像 新的版本又長的又不太一樣 像舊的版本 反正也是可以找到一個空白資料庫了 那從2007以後也是一個什麼分水裡 長的 反正你就找空白資料庫 點下去 所以你要有概念就好了 不管哪個版本啦 反正第一個 你的檔案要放哪裡 OK 那我們就放好特別注意 請你放在這個檔案 就放在那個 因為我這個範例 假設我是放在 範例檔裡面 請記得 因為我等一下的範例程式 是把抓資料庫是放在一起的 就是同一個路徑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將來存的時候 你就把它存在你的那個 eSale的範例檔底下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要問你放哪裡 那我就先 找到也許我的那個 不然我就先放桌面 待會我會把那個檔1 移過來 那 檔案名稱的話呢 我叫問題1好了 就跟那個我們 現在的這個檔案名稱 是一樣的 問題1 然後呢 那他會自動幫我加那個 副檔名叫 點 ACCDB OK 然後是2007以後的版本 按確定就好了 特別說 問題1 按確定 有沒有 他自動幫我加 ACCDB 放桌面上 我按個建立 好 第二個 第二步呢 我要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我的 工作表裡面 這個資料 匯進來 當然如果你不用匯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 就是 設計 設計解釋 那比如說我這個名稱叫 資料表1 其實如果說你要重新設計的話 變成你要怎麼 一個 一個 一個欄位名稱 一個資料形態 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們有5個欄位嘛 那5個欄位的話 就是 這個 資料形態 這個資料形態 就要給5次啦 當然你也可以 床頭自己設計 不過呢如果你懶得 自己床頭設計的話 那有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匯入的 那SS裡面提供一個匯入功能 在哪裡呢 特別重要 你建完資料庫以後 他會放在那個 上方一個外部資料 那你就找到eSale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你要把 eSale 的這個資料 把它匯到哪裡呢 匯到我們的 SS裡面 所以我把剛剛 第二階段這個啦 我乾脆把它另存新檔 因為我剛好不是放桌面 那我就把它重新再 另存到桌面好了 比較好找 按個儲存 好這個時候呢 我資料 eSale也放桌面 SS也放桌面 然後呢 我再到那個外部資料裡面 找到eSale 瀏覽的時候呢 找到桌面裡面的這個 這個第二階段 然後把它確定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 顯示工作表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兩個 有沒有 第一個是原始的 不過原始你會發現 出來下方 很亂 為什麼 因為我們第一列不是欄名 第一欄 也不是資料 所以它顯示出來就怪怪的 為什麼我把它改成資料庫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第二個 感覺會好很多 因為 它實際上兩個可以match 所以我們就選這一個按下一步 然後呢 它會問你說你的第一列是不是欄名 第一列是欄名 沒錯 所以就打勾喔 如果你沒打勾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加一個名稱 那就不對了 所以按打勾下一步 接下來它會問你說 那你欄名有了 對不對 你下面的資料要放什麼資料形態 那資料形態 特別是不外乎啦 如果你是文字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簡短文字 OK 如果你字數呢 會超過 就是255個 除以2啦 因為 一個字等於兩個by側嘛 它最大 簡短文字最大就放255個by側 那除以2 unicode嘛 就是大概127個字啦 最大 OK 如果你超過127的話 那你就用長文字 不過一般大概簡短文字就夠啦 OK 然後呢 升高因為沒有小數點 所以沒有小數點 通常 我們會用整數的 那當然 你這個整數跟長整數的話 其實一般大概長整數的 字數 字元數量 也就夠了 因為呢 那個 我記得那個整數最多 如果你用這個整數 它最大可以放1000多萬吧 因為每一個版本好像會有更新 它的那個必成數會增加 所以相對的 1000多萬 其實是已經足夠了 那如果你覺得1000多萬不夠的話 我記得長整數甚至到10幾億啦 OK如果你覺得10幾億還不夠的話 你可以用再大一點 你可以用雙精準數 記得好像一個天文數字 OK可以大 非常非常大 不過一般性的話 如果你是 一般的整數的話 你就用整數 OK 不是很大的話 你用整數就夠 這樣這個也是整數 像這個是小數點的話 那一般我們就用什麼 用單精準數就夠了 雙精準數呢 它的可容許的大小 相對的會比較大 至於 裡面大家放什麼 我記得按F1 這個地方 F1沒出來 你可以參考一下 它那個 官方裡面有那個 就是資料形態的 敘述 OK下一步 主要大概用 三種形態 文字 跟整數 不然就小數點 有耶 我剛剛按F1 不過它 可能出現 速度比較慢一些 如果相關的那個 有關資料形態 也許你可以再找一下 OK好 下一步 然後呢 要不要組索引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很單純 所以這個地方 不要組索引好了 我們用 單純的五個欄位 記得不要組索引 下一步 那名稱的話呢 資料表名稱 也叫問題E好了 反正就是 在問題E裡面 問題E資料庫裡面有個 問題E的資料表 OK 然後按個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在這邊就多一個 問題E的資料表 OK 那裡面的話呢 因為我剛剛有匯入 總共有四筆資料 大概就是這樣 第一步我們就已經建立好 我們要的那個 資料庫 的資料表 資料表呢 裡面有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 那這五欄位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 要怎麼樣可以跟他溝通 要 布的話呢 我們如何 把 這個Excel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辦法 也許在 表單裡面呢 多一個什麼呢 也許我們按布就有辦法 也許多一個 按鈕 按下他的話呢 可以把其中一筆資料呢 寫到剛剛的那個資料庫裡面 可以把它寫過去 那當然呢 先練習 寫一筆 如果說你有多筆的話 比如說這些全部你都要匯過去的話 那你再 寫個回圈就好了 有沒有 那怎麼樣把資料寫過去呢 這個時候呢 等一下要講就是 你可以透過什麼 跟他溝通 連線 用ADO 那跟他talk 跟他講說我要寫過去就用SEQL 其實就靠這兩個東西啦 OK 那等一下來看一下怎麼做 那請各位呢 先 利用那個 SS 的那個 外付資料裡面 賄賂功能 先 賄賂那個 特別是 我又額外增加 資料 工作表 就是專門是 要賄賂到資料庫的一個 那個 名稱叫資料庫 那先匯入到 SS 待會我們再來看 你匯過去之後 特別是有 兩個請你放在一起 我剛剛都是放桌面上面 那你想說以後可不可以分開放了 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因為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那個程式 是 直接抓同一個路徑 這樣會比較方便 將來如果你要改成別的路徑也沒關係 主要練習的 我們是放一起 這樣比較不會出問題 待會的話 已經有一個資料庫了 然後呢 我們的 VBA也已經有了 再來怎麼做連線 等一下就要來講一下有關 ADO 跟SEQL OK 那其實 ADO 這個關鍵字 如果你們 網路上找 或者到書店去看 ADO就是一本 他可以講 如果 認真講的話 ADO這個 這個韓式庫 基本上 可以講一本書 書架上有 而且 他好像都是原文書 原文書裡面一整本 很厚一本 他就是在講ADO OK ADO是一個韓式庫 他裡面包含 很多很多的 這相關的韓式啦 他的方法 那只是說 這麼多我們不可能全部都講 那我要講哪些呢 講你們需要知道的 OK 你暫時 不需要知道了 如果你哪一天有興趣的話 那個隔壁 重新南路 天龍書局 非常的近 好 你就走過去嘛 應該都知道了 裡面都有這相關的書籍 ADO就是一本 厚厚的書籍 架上一定有 另外第二個是SEQL SEQL本身呢 也可以獨立成 一個 課程 但是我沒有那麼多啦 你看這兩個 就兩個課程了 那所以 我需要講的就是說 你們需要 你們可能目前 最需要知道的部分 那可能 你覺得還不夠啦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找相關的資料 來了解 因為說真的 你在職場上 SEQL SEQL夠強的話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比如說像現在業界很多用什麼ERP啦 或者是自己有一些 套裝的軟體啦 後面其實都有資料庫 那可是問題 你要 你要靠ERP 或者靠套裝的 那些 幫你抓資料 有時候緩不濟急 而且抓不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他也會提供一些 直接撈你要的資料 有時候反而直接撈 撈到的資料 反而是你要的 你要做的 報表的資料 自動 就可以透過SEQL 去抓到了 也就是說 你SEQL強的話 很多事情 就很容易解決 但是你 你不懂SEQL的人 你就只能夠 怎麼樣 你有提供的功能 你可以辦的 但是你 沒提供的功能 你就可能辦不到了 OK 所以 這個東西 延伸性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們 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會把 你們需要知道的 告訴你們 最重要的那些東西 好